嘿喲聊世紀 田園多個心 大家好我是Reyo 今天來看哥德人對上日本人 對上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很久沒有看到哥德跟日本人的對決 先來看一下哥德人 哥德人最大的特色是打野豬的時候攻擊比較高 而且吃野餵的時候 不管是吃野豬還是陸群 肉量都可以吃久一點 讓他到前期的時候 可以多按些棒棒做點反擊 後期也是打步兵為主 但他有火槍也有火炮 所以後期需要攻兵的時候 主要是出火槍為主 哥德人戰毛兵也是能打的 也可以考慮一下 接下來來看一下對手 看到黃色這邊是選擇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 魔防還有採礦營地、伐木場 都是半價的 所以在現在這個META 就是路比較遠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不想趕路的話 也可以選擇拉個山村 然後去插個魔防 然後直接開吃這個露石 對日本人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小小投資 然後可以釋放自己的刺 進前去探圖 甚至去騷擾對手 前壓裝甲塔都可以 所以讓日本人這個版本來說 我覺得這次路群改遠 算是對日本人的一個小小bub 但這邊看到 日本人的路群 是偏向靠近哥德這邊 這邊吃野味會有點挑戰性 如果差模仿的話 所以這邊還是盡可能的 去把這個路 趕到城鎮中心裡面 會比較好一點 那日本人的後期 封建是在開始 就可以使用這個步兵 或者加33%的攻擊速度 所以他不管是要打步兵的 劍兵勇士 或是擊兵 還有日本武士 這三個單位 攻速都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日本人在對於 對哥德的人對決來說 只有這個近戰來說 是打得贏哥德的 要小心提防對方的火槍 如果對方要打火槍的話 其實日本也可以應對 就是打強弩或是戰毛兵 都可以打得贏火槍兵的 所以這場對決 就是有點算是轉兵大對決 誰能轉的順暢 或是轉的大量或是時機點 這算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想法 來看一下這邊加速好了 那我覺得日本在混合圖來說 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他這個捕魚速度很快 所以在阿博來說 他沒有像其他混合圖 那麼的經濟好 經濟加成部分 只能靠前期省下這150木頭 去做一個踢走撒農田動作 好 日本這邊三伐木 然後極限按下了軍營 這邊可能是要來打棒棒了 棒棒開 沒問題 民兵開始按下去 這邊稍微來看一下這個鹿 鹿也是吃的差不多了 那這邊現在的妹塔都是趕兩頭鹿 趕兩頭鹿之後就是開始探討 去找對手的位置 那個哥德通常也是會趕到三隻鹿 然後趕快盡可能去吃碗 因為哥德的鹿加成很多 好 看到這兩隻棒棒走得過來 哥德這邊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上面先靠一下 好 這邊沒有打穿繼續繞 看到果子跟伐木場 基本上就是前期的資源點 那採礦營地也是待會才會開一下的 這裡要再開一個新的伐木場 OK 那後面這裡補下了軍營 那升到封建時代之後 哥德的人可以先考慮先去點伐木 但是這邊可能會先下個射箭場 或者是馬舊 先來反應自己下對手的棒棒 說明去騷擾對手 所以這邊大概存一下木頭 好 待會就要進攻了 好 先點下了一擊伐木 然後補下了射箭場 OK 射箭場 這裡稍微繞一下 這邊刺猴在繞 想要讓棒棒擊殺掉槍兵 槍滴殘血拉走 這兩隻棒棒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那現在升到封建時代 日本有這個攻速加成 但這裡沒有點裝甲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的 雖然攻擊速度很快 但兩隻就要去投資裝甲 步兵升級 其實有點昂貴 不如去投資一級農 或是輪酌技術 去投資一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不然就是要出赤猴工兵 直接去開始騷擾 所以兩隻棒棒的情況下 通常是比較少看到的 直接升裝甲 好 這邊工兵出來 待會要先聚集一下數量 先把家裡的這隻棒棒解掉 回頭射一下 OK 搞定 右邊這邊也是圍好了 圍的速度還蠻快的 那日本這邊的地圖 算是比較差一點點 果子在前面 黃金在右方 而且這邊的話 也是需要投資大量的建築 去防守 那哥德仁的正面 則是比較好一點的 小圍的話可以快速委婉 而且黃金礦在裡面 果子也在裡面 所以右這邊的地圖 算是上等地圖 其實地圖來說 還是會影響到勝率 所以這個地圖的一個判別度 該怎麼防守 跟即死去防那流 都是會讓你提升勝率的方法 再看到這邊 毛兵 應該可以換光所有的 日本的單位 兩隻毛兵繼續追著 兩邊都有點下埃及色 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出來的毛兵 過來支援一下 解掉了剩下的毛兵 家裡這邊有一隻工兵偷偷騷擾 哇 這邊是有射到一村嗎 唉唷有耶 這裡有一村居然被擊殺掉了 好 毛兵過來追 應該封建實在就是小打小鬧 差不多了 兩邊都打一個超級垃圾兵 然後配小弓 槍兵的一個打法 都沒有打刺頭 這邊決定要圍一個房子 不圍到底了 好 這邊圍 好沒問題 下方呢 這邊可能要再拉一村來圍 全部都敲了一下 全部都殘血 中間這個趕快再敲 敲到一半就被打走 但還可以喔 基本上是滿的了 好 這邊就 可以先升到城堡了 兩邊都是38分 38村喔 點下左右 這個城堡時代 算是蠻標準的 一個三城堡時代的時間點 好 19匹 是19分 差不多可以上城 要20分喔 極限20分上城 哥德爾這邊準備要來打騎士的樣子 這邊已經按了一個馬就 先一隻赤猴出來 到後方已經有槍兵在等了 稍微擋一下 這邊繼續盧小喔 騎士出來 這邊會再補一個馬就嗎 還是要補城鎮中心 3TC開農 那我會比較喜歡 玩哥德爾3TC開農 然後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在家裡防守 的一個做法 那右這邊則是先下了一個修道院 然後這邊是遇到了對方大量的工兵 騎士路線的話 可能會被工兵壓制住喔 所以這個時候騎兵趕快去對方家裡換 會比較好 讓對方家裡有壓力喔 是最好的選擇 然後家裡可能用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出戰毛兵防守都可以 這邊果然開下了城鎮中心 像是雙TC開農 木區稍微被騷擾到 OK 工程器製造所給點下 那打法來說的話 哥德爾這樣打也是比較有壓力一點的 好 這邊找了一發不錯 哇 這個一個B陣 好 再打一發 殘血 這裡有一隻狼在助攻 剩下的騎士應該可以收完奴兵 這裡奴兵數量很慘 這邊再做個包夾 全吃沒問題 哎呀 日本這邊損失了大量的奴兵 只剩下少量的三隻回家 又這邊守得非常漂亮 接下來看到 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果然喔 哥德爾就是要打3TC開農 不然要幹嘛 不然一直打強軍士 後期很容易打輸 其實這個經濟會落後非常嚴重 3TC經濟濃起來之後 打這個折扣步兵 才能打出哥德爾應有的價值 來看一下這邊投資車能不能砸到一村呢 哎呀 砸到了 再一村有嗎 沒有 被發現了 右邊這個木牆稍微有點危險 要從右邊開始進攻嗎 這邊可以開始砸囉 要不要砸一下木牆 直接逼走對方所有的伐木工 跑去挖黃金 這裡出了四隻老頭 想要來阻止騎士 繼續進攻 這裡轉出了槍兵 日本的槍兵也是相當好用 這邊稍微解鎖一下 看到這邊的交戰 這邊直接招了兩隻騎士 槍兵直接到後方 先戳掉了投資車 投資車直接被解攻 正面的話 工兵可以繼續追 但這裡有城鎖中心要退 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前線有城鎖中心 這個不蓋投資車 真的是會對不起自己 是我的話我也會蓋一個 工程七製造所在這邊 直接開頭 趕正面開城鎖中心 就是他對防守一定有一定的自信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挑戰他 看他到底是不是可以用 前線城鎖中心加投資車守住 這邊也確實還有這個實力 應該是可以守得住的 就來看一下這邊投車跟工兵的表現 這邊日本人點下救贖思想 這邊要抓對方的投資器 非常方便 這邊就是出衝車 哇 意想不到的單位 但這個單位很麻煩 衝車遇到投資車就不能撞了 反正你出了沒有辦法及時輸出 而且沒辦法跟對方的投資車護頭 是比較 初期喔 這個工程初期 比較不太能出的工程單位 通常還是要出投資車 先慢慢砸 當然可能這邊 工兵有看到在蓋城堡 所以衝車這裡也不太好進攻了 所以這裡只能選擇放棄 哇 真不愧是右 才剛剛才說前線蓋城鎖中心 需要很大的挑戰 才可以守得住了 他直接蓋一棟城堡 連守都不用守 好 那現在又已經知道 最少應該從左邊繞 剛剛確實有看到 兵一直往左邊走 左邊這邊有城鎖中心 直接撞TC 這個反應都非常快速喔 才碰到一下下 就直接拉走了 好 那這裡 我們補下自己的第三座 城鎖中心 補的位置也偏前面喔 這個有點危險 如果說我想要補這個位置 這裡還有黃金可以挖 可以省銀座彩晃營地 好 騎士加工兵落到了後方 哥德這邊會怎麼繼續打呢 好 先撒幾片農田 把肉類穩定下來 待會可以再考慮補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點下之後 就可以出哥德衛隊了 軍營 這樣讓他的壓力會非常大 好 先用城堡少量出點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直接上前 想要去招攻擊對方的僧侶 勝率有點下神聖思想 血量是屬低 可以彈大概五刀左右 蠻耐彈的 這邊勝率再繼續招 又招到了一隻哥德衛隊 還有一隻騎士 還可以 下方這邊打穿囉 這邊工兵看一下 投車在上方 繼續往前下走 右方騎士拿到 nice 兩海投車再往下走 看可不可以再收到 好 直接把對手給逼退 沒問題 回到正面 正面繼續拆除 哥德衛隊加上騎士 無情輸出 這裡點下了步兵的鎧匠 外面三旅繼續照 照下投車 照到了 完美 OK 換了一台投車 不虧 又這邊直接連環城堡 插入了日本的城鎮中心旁邊 城門也是要被準備一次拿下 這就是為什麼在前線蓋城堡中心很危險 人家直接插了寶 或投車硬砸 很容易收得掉的 但日本這邊來不及了 在前線蓋城堡 如果他在這邊蓋個城堡的話 就可以稍微做個抵抗 那這邊很明顯 抵抗不太夠 直接被入侵進來 沒想到哥德爾這邊也可以反殺進去 但家裡的後面是團奴兵 這次是帶了衝車進來 有點小小的麻煩喔 這個佩兵組成 可能要用工程器來打比較好 請盧炮啊 投車 艾姐會比較好一些些 再搭上哥德爾衛隊來打 也是可以的 但哥德爾衛隊現在產能太低喔 要及時出來解掉 需要一段時間 好 日本在家裡補下一棟城堡 進行防守 這個防守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可能還是要先收村喔 不能硬挖 好 這邊升到帝王時代 1分30秒 日本武士出來 爆砍一波 哇 哥德爾衛隊直接蒸發 好痛 這個武士傷害非常高 而且還是日本 日本的攻擊速度又特別快 這個抽到速度喔 瞬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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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 好 哥德爾衛隊出來之後 儲兵這邊就輕鬆解掉了 我還以為他哥德爾衛隊會一直往前補喔 看來又還會努力防守 還以為是想用工程器 守家里喲 這個勝龍 那家裡守住之後就可以全力爆兵 開始往前壓了 但是現在哥德爾的一個經濟來說 是有點失衡的 黃金太多這裡買賣了一波 直接買上地龍時代 那很明顯喔 現在日本人還是有時代上的優勢了 這棟城堡 待會蓋斯可以用巨型投石機給收掉的 那這邊有點撞城堡的關係 日本武士全部損失掉了 這裡補一個城門 開始防守 右邊要不要稍微微一下呢 這邊也可以趕快微一下 好 主不明再補一個城堡中心 稍微再加強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 現在可以出少量的日本武士 加上巨型投石機 開始拆解這個城堡的一個傷害 那為什麼要日本武士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哥德爾應該還是會繼續出哥德爾衛隊 哥德爾衛隊的話 數量一多還是可以直接走到城堡下方 拆除巨型投石機 所以不能一味的出巨頭 沒有任何單位防守還是有風險在的 日本武士走過來 先抽刀 抽他幾刀 來不及 直接收到城堡中心裡了 兩邊殘血 直接收掉 這裡補一棟城堡 位置還不錯 也是高地堡 好 巨型投石機擺在前方 這邊再去哥德爾衛隊 他有在按嗎 沒有 這邊稍微停了一下 木頭有點多 這邊木頭那麼多 可以再繼續多撒一點農田 但現在太忙了 好 三級斑甲跟縱火技術補下了 好 兩巨頭出來 就開始按日本武士了 這個防守意識相當好 他可能已經預想到 待會哥德爾衛隊再過來 可能會擋不太住 先出了幾台 這個日本武士 待會要直接出城門硬砍 這個正面的門 也要稍微補下洞 哥德爾這邊打一個最農的 手推車補完之後補下輪軸 三級農再加三級木 也不錯 好 日本武士一直走出來 這邊哥德爾點下了化學 感覺是要走火槍路線了 不然沒道理喔 直接去生化學 通常就是要出火槍了 好 這邊哥德爾衛隊 直接帶了四隻日本武士回家 好 這裡可能要損失掉 所有的日本武士了嗎 哇 剩一隻 好 巨頭拉出來 開始砸 日本這邊的轉型 看起來還算可以 但經濟上來說還是有點極限 現在村民樹還是有點落後 落後15村左右 但到帝王時代的時候 15村並不會像城堡時代的15村這麼嚴重 結果後續待會130村 140村就差不多到頂了 所以日本人空窗這個十幾村的時間 大概只有一兩分鐘而已 沒有那麼的誇張 所以日本這邊機會還是很大 哥德爾這邊則是稍微被壓制住了 但是火箱一出來 可能戰況就會有所改變囉 好 左邊巨頭司機開拆出來 這邊想要挖石頭 後方補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又來轉出火炮了 好 日本武士繼續出 日本的防禦剛點完三級版獎 正面的城堡 要是能拿下來 可能就一面很大了 好 單火箱直接在左邊做防守 這個位置還不錯 直接預判日本武士過來的位置 但是日本武士攻速太快 直接瞬間收掉三台巨頭司機 效率相當的好 好 走出自己的城堡日本 再回去繼續挖 挖黃金 繼續增加自己的經濟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可能還要再按個幾台 才能有效的拆除 這台這棟城堡 日本不是三巨頭 沒辦法搞定 通常要三巨頭才比較好解決 這個巨型頭司機 輸出問題 好 這邊有火炮 第一時間拉了日本武士 到了後方想要砍火炮 但火炮有聰明在修理 應該是砍不太掉 可能會先被割的城堡給射死 但這兵直接進入城堡的範圍 當然城堡還沒有蓋好 好 這裡可能再一炮就可以解決 結果臨死之前 砍了一刀 喔 結果還是砍掉了火炮 火炮死有餘辜啊 好 右邊看到火箱繼續走出來 好 這邊再繼續輸出 火箱打日本武士的效果實在太好 這邊直接拿村民要出來玩gay 但日本武士不敢打村民 現在火箱在後面很痛 好 趕快轉戰喔 戰後面趕快升級 好 日本武士到處繞 這裡又一隻走進來 到處怎麼做日本武士啊 然後火槍加火炮的組合 讓哥德倫的壓制力越來越強 日本這邊也可以考慮出點奴兵 但這邊直接出戰毛兵 好像也可以壓制得住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好 毛兵定義時間打後方的火槍 OK 繼續追逐 再往前走就是城堡的射程範圍囉 火槍可能要停下來 好 火槍這邊沒有看到後方的毛病的樣子 後方城堡中心直接被日本武士直擊 哥德倫火槍好像不太夠 好 再一刀兩刀 好 拉幾隻原地開砍 好 火槍走出來 這邊又要直接走到對方城堡中心裡 終於把前線的城堡中心給解掉了 但左邊的火炮依舊在攻城日本的城堡 後面的火槍也是越補越多 再毛病 儘管要升好 只剩一個防禦力了 但數量還是沒有到非常多 好 稍微打一下 這邊看到日本武士全部被解得乾乾淨淨淨的 家裡完全沒有東西在燒了 只剩下少量的兵在打 好 日本經濟來到135村 哥德是120村 直接反超哥德的經濟 哥德經濟現在有點慘 但是他現在是兵種優勢 所以現在繼續強壓日本 日本人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好 城堡拿下 現在只剩兩棟城堡 好 火炮砸到幾發 日本武士血量有點殘血 4台火炮的連環炮威力有點猛 讓戰毛病的攻擊時間 又再更縮短了一些些 應該算是延長了一些些 不是縮短 既然不移動的話 一定會被砸死 所以要走的距離夠長一點 火炮數量來到了驚人的6台 6台火炮等於價值1300 1400的黃金了吧 哇 這個全部收掉的話 哥德會很虧喔 就好來看一下日本會怎麼收 那日本這邊的話 可以考慮轉一些輕騎兵喔 去轉一些肉馬來擋 畢竟還有品種 二級一房 嚴格上來說還是堪用 這個輕騎兵的部分 好 這邊火槍兵有點沒有在控好的感覺 或者是想要用火槍兵去掩護自己蓋城堡的時間 右邊的城堡應該是守不住 直接被拆除 日本的單位直接被火炮砸爛 哇 火槍也是直接抵抗掉 看來這時候轉奴兵可能會有點為死一晚 轉奴兵的話 強奴也會被火炮打 所以還是有點機動性單位會比較好 只靠日本武士走的慢喔 泰龍被火槍拉打 直接拉打到全部的單位 好 火炮解掉三隻戰狼 這邊哥德爾轉出了大肉馬 解戰狼兵效果非常好 肉馬配上火槍 這個組合非常的驚艷 這個組合只要出強弩的話 肉馬加上哥德爾的火槍都能解得掉 甚至時機好 大量的強弩 也可以有機會抓到火炮 當然就要看一下這邊強弩能不能 即時出來拯救世界 這邊轉出一些垃圾兵 開始轉打垃圾 黃金可能想要省一下 不想打太多黃金兵 怕待會沒有黃金可以用的樣子 好 自動城堡喔 應該會有危險 日本還是沒有辦法可以處理這一團火箱還有火炮 左邊這邊也是有小心的騷擾 右邊大肉馬抓到日本的蛙金晃村民 完蛋 日本這邊經濟開始下滑 火槍繼續輸出 日本武士想要直衝嗎 但是走到一半又撤退了 這邊直接棄手城堡 但已經沒有讓人移動城堡 日本人沒辦法再繼續出日本武士了 準備再蓋一動心得了 我覺得這邊強弩還是要硬點出來 沒有強弩的話是沒辦法解決的 但除了沒有強弩問題 還有這個沒有機動性單位的一個辦法 只靠強弩的話要解還是有點偏困難的 好結果這邊明確實的直接打出了GG 出了108隻日本武士 哥爾德這邊則是出了70的火槍 這就是為什麼哥爾德在跟步兵文明打的時候 其實並不會太劣勢 有火槍加火炮 還有一些大弱馬 可以即時的為自己的火槍做掩護 即使對方出戰毛兵 也可以出這個大弱馬 跟火炮去解決 所以哥爾德來說打法也算是蠻OK的 並沒有太誇張的一個弱點戰 只有弓兵強弩的部分不能打 因為他沒有強弩 戰毛兵的話其實也可以玩的 所以哥爾德如果真的練起來的話 其實勝率好像也算是不低的 而且是阿拉伯這個可以農的話 也算是蠻好玩的一個文明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哥爾德這邊全贏 注重經濟的打法 而且是拿到了5勝物 經濟非常的好 食物的話是差不多的 木頭的話也是差不多 黃金也是 其實兩邊經濟是差不多 是單純就是被火槍給克制住了 還有火炮 這也算是哥爾德人 又這邊即時的反應 看到日本武士 就知道這邊打步兵 絕對是越打越烈勢 上帝龍時代 連武政府狀態都不點 步兵科技相關都不理他 直接升攻兵器 讓這個火槍兵的防護力提升到最強 然後開始轉出火槍大弱馬 就可以解除掉這場比賽 這個算是哥爾德玩家的一個福音的影片吧 這個賴老師讓各的玩家學起來的話 後期真的是很耐打 這個戰術滿厲害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